中文字幕——YK 这就是昨晚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太阳马戏团所带来的巡演秀剧目《神秘人》 这场表演融合了多种不同艺术的风格 如街头表演、小丑、空中飞人、舞蹈、柔体表演者、跳绳、杂技 以及中国传统技艺空竹等等 这些高难度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尖叫声 而当小丑们与观众多次玩起搞笑的互动游戏时 夸张的表演和轻松的气氛更是让现场笑声不断 还有这横跟空中的传送装置行轨 它不断地运送演员 让他们从空中降落 舞台上的地动则让演员们可以随时消失和出现 加上独特的艳丽演出服装 现场乐队演奏的背景音乐 太多的与众不同之处都为演出带来了惊喜 昨晚看过演出的观众都表示 无论是这些表演还是整场演出的体验 都与我们早前看过的马戏有了天翻地覆时的变化 通常我们理解的马戏表演都是表演者与动物演员之间的合作 而太阳马戏是没有马戏和动物表演的马戏 完全由演员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演将整台演出连贯起来 太阳马戏成立之心共制作了13个原创表演节目 据统计每个晚上在地球的某个地方 都有一万名观众坐在环形座位上观看太阳马戏的现场演出 此番带给上海的剧目《神秘人》是太阳马戏的经典作品之一 而表演这样的大型作品一定要有一个具备高科技性能的剧场 于是薛颜秀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的太阳城堡搭建在那儿 现在这座占地两万平方米耗时二十天搭建而成的 黄色和蓝色相间的城堡 已经树立在了上海浦东科技馆的旁边 成为了一个耀眼的地标式建筑 这里有可以容纳2500名观众的场馆和精心准备的休息室 衍生产品购物中心等 特别是VIP等候区域 既有柔软的沙发又有五星级的餐饮服务 让开演出真正成为了享受 太阳马戏今晚开始在上海进行正式演出 他们将与太阳城堡一起停留两个月的时间 让更多的观众可以走进城堡 感受世界顶级的太阳马戏表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